善恶禍福 思豪不爽 明恩色果 去恶修善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冥暴记》 今日为大家讲述 柳智錦的故事 河东人柳智錦 正观初年 担任兴州掌举院袁宁 有一天晚上 突然死亡 第二天醒来 说 当时被阴间的官差追捕 押到一座大官府 官差带他去见盐王 王说 现在有一个官职出缺 所以请你来屈就 自感以相亲连卖为由 推辞 并且说出自己所收的福业 不应该这样就死 贵王派人审查 他说的都是事实 因此对他说 你还不应该死 你还不应该死 可以暂代 不应该死了 不应该死 自感答应拜謝 官差就令他退下 到了官署 室内有五位判官 室内有五位判官 连负感 共六位 这里的厅堂 是长方形的房屋 是长方形的房屋 每人使用三个房间 各有床铺 积案 公务十分繁忙 西面第一间没有判官 官差大致地 到空座位坐下 马上有几位官差 将卷宗拿来 请他审判 卷宗放在桌上 官差就退立在台阶下 自感问他们 什么一回事 答话 我们身上的气味不好 不敢靠近你 只好站在远处 回答案件相关的事情 自感审阅案件 发现和人间的一样 于是 就开始判案 无奈 有人送来饭菜 判官都聚在一起吃 自感亦想过去吃 判官说 你只是代理判官 不适宜吃阴间的饭菜 自感听他们的 就不敢吃了 黄昏的时候 官差送他回家 醒来才正要天黑 从此以后 每到天黑 官差就来接他 到地府的时候 天才刚刚光 由此可知 阴间和阳间的 白天黑夜正好相反 于是晚上 到阴间判案 白天在怨府办公 渐渐渐于违上了 渐渐渐髕 边一棵 一年多 自在地府 要去厕所的时候 在大堂西面 见一位三十多岁的虎女 姿質容貌端莊 穿著鮮艷明亮 站在那裡掩面哭泣 自敢問 你是甚麼人 答話 我是興州私倉參軍的妻子 被捉到來這裡 因為剛剛離開丈夫和孩子 所以感到悲傷 自敢向官差查問 官差說 地府將她捉來 是因為有案要審問 要她證明她丈夫的事 自敢於是問那個婦女說 我是長舉願願長 你如果被帶去審問 希望你將事情交代清楚 不要牽連你的丈夫 兩個人都死並沒有好處 婦人說 我不想牽連她 只怕官府相逼 自敢說 只要夫人不牽連她 就不用顧慮會被迫白 婦人答應了 接著 自敢回到興州 先去問思倉 你的夫人有甚麼病 思倉說 我的夫人更年輕 沒甚麼病 自敢將在陰間看到的事 告訴她 同時描述夫人 所穿的衣服和容貌 並且勸她趕快收復 視窗 視窗回到家 看見夫人正在織布 甚麼病都沒有 根本不相信 自敢所說的話 十幾日之後 夫人突然病發身亡 視窗才害怕去收復 另外 興州有兩位官員 考核其滿 要進京參加選派 就問自敢 你是審判陰間案件的 請問我們會被選派甚麼官職呢 自敢到了地府 以他們的姓名 查詢記錄官 官員說 功名簿全部被封在石盒裏面 要翻查兩日 才能夠回報 兩日之後 回報二人今年 派得的官位名稱 自敢將結果 告訴二人 他們進京參加選派 尼布已定 二人的官職 都跟自敢所說的不同 周官聽到之後 告訴自敢知道 自敢再去問紀錄官 紀錄官 再覆查功名簿之後 說 確實跟上次查的一樣 不會錯的 後來二人的選派令 報到門下省 門下省審查之後 推回利部 要求從議 果然 和功名簿上面記載的相同 於是 大家全都信服了 自敢只要在生死簿上面 看到親憑好友的名字 事件 和發生的日期時間 都會告訴他們 叫他們修善積福 通常都能夠避免了 自敢當作代理判官三年 官差來對她說 已經請到龍舟李師傅擔任正職 她取代了你的職務 你不用再來辦安了 自敢第二天早上到州府 告訴次使李德馮志 請他派人到龍舟調查 龍舟師傅已經去世 問他去世的日期 只是陰差通知自敢的那天 從此 他就沒有再去地府辦公了 後來州師派志敢 騙四名囚犯進京 走到鳳州地界 囚犯全部逃脫 他既憂心又害怕 追捕了好幾天 一個都捉不到 晚上 記住在晶蛇裡 忽然看到 以前地府的報索 來報告說 所有的囚犯都會被捉回來 一個會死了 三個在南山山谷裡 已經被捉到綁起來了 希望 你不用休心 講完 就告辭離去 自敢立即請人 派兵到南山西谷 果然找到四名囚犯 囚犯知道走不掉 因此 頑強抵抵抗 自敢與他們格鬥的時候 殺死一個 三個被擒 果然 與陰差所說 自敢現在還活著 擔任 慈州司馬 善惡因果 輪迴報應 珍迷醒亡 康靜人心 親愛的聽眾朋友 這期的名部記 就播送到這裡 歡迎你繼續收聽 我們下期再會 《詞曲人員》 《詞曲人員》 《詞曲人員》